10月初小犬台风来袭 台中大甲区稻米大受严害的影响成了空包弹 损失达到了4到5成 那么领海的稀奇还有渐兴里等 甚至是高达了8到9成 农民的心血几乎是全没了 虽然这后续补助一公顷有18000元 但是农民表示了这根本是连成本都不够 收割机再收割稻穗 你以为是稻米丰收吗 其实这是大甲区的稻田 受月初小犬台风影响 导致海风卷起带盐分的水雾 又刚好遇上抽牙齐 稻穗因此成了空包弹 这都没米呢 这盖水堆也不知道 要买的也不知道 这一分底盖就没200斤 给盖条线就没够了 希望政府尽量把我们拿着包贴 这比真败的 这水对起来是伴着艺人的 这反正一边 要买的也不知道 金黄稻穗一捏 里面空空如也 农民既无奈又难过 因为几个月的努力 全部复制一具 大甲区公所统计 这次稻米严海 大概有一千公顷的农地 受到影响 而大甲区农会估计 农损平均约四到五成 临海的西齐里 福德里 建兴里 等严害农损甚至高达八到九成 原本100台金可以卖到一万三千元 平均一分地可以收成八百到九百斤的稻米 有万元收入 现在全成了泡影 大甲区公所强调 这次稻米灾损纳入农业天然灾害 现金救助 每公顷补助一万八千元 从即日起到十月三十号 可以前往区公所申办 现在现金救助这一部分 要土地所有群人才能够去做申请 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工作使用同意书 往往现在来讲 地址都没较多 这种签的普遍性都没说很高 所以会做成这个在保地外 在实质在种地外的这个 它的损失更多 农民是我们的国本 基本的要求的生活 因为他们是富正 生产才能处国 让大家生活没问题 肯定会报 因为这些农民都不爱救 希望这么招牌 这么严重 中央可以重视 和市政府可以重视 接着要跟我们一步 大甲二骑水稻原本下个月就可以收成 现在不仅全没了 无用的稻壳农民也不知如何处理 只能望天心探